大家好,我是陳俠君 一連三日的五一黃金周 今天就正式開始了 以往的五一黃金周 都是內地客來香港的高峰期 但今年的假期就短了 旅遊和零售業界都普遍不太好 今年這個零售黃金檔期的生意 那內地遊客的購物異獄又是怎樣呢? 該買的都買了 就過來看一下 看一下咱們寶島的發展 像手錶、錢包、衣服之類的 一年來個五、六次 這邊的東西比較便宜一點 比較好一點 差不多嘛 反正不一定嘛 有的時候過來也沒什麼買 就過來玩玩的 我這一次不是來購物的 是帶小孩來玩的 看情況吧 如果有需要的就買 去年五一黃金周前後 因為金價急跌 引返內地人搶金潮 帶動金色股的聲勢 雖然今年見到珠色店 仍然有不少的內地客 但與去年的中國大媽搶金潮相比 仍然有一段距離 如果金價比較低 或者金價比較熱烈的時候 其實對於珠寶行業方面 就會比較有利 但是如果你看金價 比較平淡一點的價錢 所以形成了買金的熱潮相對來說 就會比較沒有那麼厲害 形成了那些金色類股份方面 可能表現就會比較差一點 因為你看之前 例如周大福或者六福那些 公佈頭的貴度方面 銅店銷售 都只剩下單位數字的上升 而以往的內地客都熱衝購買化妝日用品 但在今日各間的化妝日用品店 裏面的人潮就不算多 鄧勝卿就表示 今年受惠黃金周的概念股比較難炒起 但在零售股當中 塑塑國際的股值較吸引 他認為較值得薄 另外收租股也會受惠黃金周 其實在這些位置都有少少直播率 因為復活節時有三位數字的銅店銷售 應該五一的時間都可能會有低於三位數字 即比農曆年時會有進步 而股價其實已經由一月份的高位 譬如九元下來六個多的稅位 其實股值都算吸引 所以變成山沙都有定席博女 不過只可以去短炒 我想去一、二、七、三的阻力就會比較大 另外收租股方面 九倉其實都可以考慮 因為九倉方面 旗下的海公城和市場廣場 都是一些比較熱門的自由行商場 所以我覺得都可以考慮 鄧勝卿表示 因為現時的自由行 都不會再集中在黃金周檔期來香港 令銷售增長分薄了 他預計今年的零售業店舖 只會有高單位數的營業額增長 今集的時間又夠了 下集再見